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化佛法 我们修心实际上要修掉自己身上最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执着呀 人的毛病就是执着呀 如果你修心不把执着修掉 那你修什么心啊 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懂得要把执着修掉 而且修心呢 不管你是在家里 你都要严格的在生活当中进行修行 很多人以为修行在家里念念经啦 有的人以为到庙里去磕磕头啦 所以我们不是整天打坐呢 念经 播那个佛珠 然后 修了很多年了 结果呢 坏脾气还是坏脾气 改不了的地方 还是改不了 自己经常执着的时候 还是执着 烦恼依旧 性格依旧 心态依旧 你没有任何改变 你怎么能够修好心呢 这不是真正的修行 只要你执着还在 你这个人 还不是真正的修行 真正的修行的人 要不管在哪里 都要懂得学会改变 今天 工作环境 你也把它当成一个道场 今天 你在家里 你把它当成一个坛城 无论你从事 什么职业 无论你 做什么工作 你修行 要融入 你的工作当中去 所以 所以面对环境 你要懂得 每一件事情 每一句话 都是在锻炼 我自己的本性和心性 都是在锻炼自己 锻炼我们人的一颗心 怎么样能够定 怎么样能够平静 外境怎么样的变化 我的内心都不要去变 所以 所以尽自己的心和义务和责任 在人间尽心尽力的 做好你每一件事情 承担一切 把你的心置心一处 因为我们学佛修心啊 要一心一意 置心一处 所以用心去做每一件事情 就是在修行 所以你把工作的对象 看成是众生 看成是你的父母 兄弟姐妹 一切为他们的利益着想 以真诚的心 去对待每一个众生 去关心他们 去爱护他们 去理解他们 去体谅他们 你这样才能做众生的亲人 你这样就是走到哪里 修到哪里 不管环境怎么变 你一直在修行当中 所以我们不求任何回报的 在这个社会当中去奉献 我们不管怎么样修行 我们的心要无比的快乐 因为救人的人 心态一定要快乐 所以你的事业 你的工作 就会顺利 不要怕遇到违愿的障碍 有的时候 愿力不强 有的时候碰到了很多 烦恼啊 违愿的 那么有障碍了 那么你就开始不开心了 我学佛修行 怎么有这么多的烦恼 实际上任何一个烦恼的出现 就是给你创造了一个 能够得到菩提的机会 因为你可以用智慧 用菩提 能够来消掉你自己的心中的障碍 历练你的心性 提高你的层次 用境界增长你的智慧 所以我们的生活 实际上 你就要把它当成净土 我们今天 在这个净土的社会当中 我们所处的环境 就是在寂静之处 所以我们才会不执着呀 我们要把自己的内心 把自己的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 就像净土世界一样 不知的清净庄严 不乱讲各种各样的笑话 庄严自己 不乱开玩笑 不说下流的话 不去乱想其他不好的事情 你慢慢地就会清净庄严 有的时候 不要去顾忌别人做多少 看看你自己做了多少 学博当中的任劳 任怨 实际上就是一种修心 就是一种精进的义务 就是我们说像义工一样 有的时候 你要擦掉灰尘 就是要擦掉你的业障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不知道应该劳动 所以为什么很多庙里 当你去的时候 法师就叫你好好的拖地 好好的擦桌子 好好的明白 你为什么要清净 你为什么要干净 因为擦得人间的尘土 同时也在擦掉你心灵上的尘埃 所以师父要你们懂得 扫除垃圾 就是扫除你的烦恼 因为你的烦恼在你的心中 就是垃圾 你要把家人和亲人 都当作你的众生 你要把所有的父母众生 儿女众生 包括你所一起共修的佛友 把他们当成金刚道友 都是未来的菩萨 你对他们的关心 会得到菩萨的加持 你对他们的照顾 会得到护法神的护佑 你尊重他们 你会得到般若智慧 你不伤害他们 你会得到别人的尊敬 你不怨恨他们 你就是广结善缘 所以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各有各的因缘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福报 你执着什么 什么就会伤害你啊 你执着了自己的孩子 一定要好读书好 慢慢的孩子没读书好 就伤害你 你执着的我一定要多赚点钱 最后钱没赚到 他就伤害到你的心了 所以你执着谁 谁就会伤你的心 因为我们在人间 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圆满的事情 因为一切如梦幻泡影 如露一如电 你要放下所有的妄念 因为不应该想的 去想了就会造成对你的伤害 你放下 师父不是叫你放弃啊 你该做的人间的事情 你该做的还要去做 不但要去做 而且尽自己的心 把它去做好 人生就像一出戏啊 你的人生从生出来的第一天 你的戏就开始开场了 你要演下去啊 你不能不演下去 只是你在演出的过程当中 你要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在演戏 既然你知道你的人生 就像演戏一样的 会结束的 那你就不应该相信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为你所执着 你在舞台上的夫妻 你在舞台上的女儿 儿子 你只是在演好你这个角色呀 你不能把假戏当成真戏来做呀 所以很多人把假的 以为是真的 到了最后放不下 其实人间并不是我们的老家呀 我们真正的家 那是在天上 和菩萨在一起的天上 我们在人生 只不过是匆匆而过的过路课 有什么可以执着的 想一想 我们的一生执着了多少事情 从小到大 从学校 一直到社会 一直到社会 到家庭 我们的我执 已经把我们计较的 像一个自私的人 像一个不能见到阳光的 一个灵性 所以我们每个人 少说一句话 这个世界就会多一分平和 我们每个人谦让多一分 我们就会多一分慈悲的境界 所以我们每个人海阔天空 知道这是虚传达的 退一步又能给你带来什么伤害 所以凡事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要多为别人对方着想 你只经常的为自己想 你去不掉自己的自私 自爱 自利 所以你就不能活在当下 试想一下 你们谁喜欢一个很自私的人 谁能够喜欢 一个没有慈悲心 没有菩提心 没有原谅别人包容心的人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修心就是如理如法地修 真心诚意地去做 你别人自然就会尊重你 你的庄严 你就会到 所以 喜欢你的人 就是能够理解你的人 能够多多地原谅别人 别人会给你更多的爱 你怎么样对待别人 实际上就是让别人 来怎么样对待你 我们人不能总是怨天尤人 我们不要总是挑别人的毛病 看别人不顺眼 不要总想去改变别人 你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修好自己的心 你记住了一切静 如果都随着你的心而改变 那你就能驾驭这个环境 所以师父叫你们 要以宽阔的胸怀 去包容社会的一切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想不通 看一切人都是不好 但是有时候呢 我们又会想得通 看一切人都是好人 看一切境界都是好的境界 那么你的心就是随着善而在改变 如果你看到社会上都是不顺眼的 看不惯的 你经常去查别人的缺点 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 你一定不能去掉自我 你一定放不下执着 所以修行就是修执着 就是去掉我执啊 否则你修什么呢 修行和生活工作 一切都不矛盾的 佛性因为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的 所以我们人因为进入了人间这个五欲红尘当中 每一天奔走在寻找忘记失落的自我 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是最重要的最宝贵的东西 我们丢失了 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良心 在做每一件事情 对每一个人很厉害 或者咒骂他 或者嫉妒他的时候 我们丢失了我们最原始的本性和良心 所以我们找不到了 而且天天在社会上找那些 五欲六成当中的肮脏的贪念欲念 所以真正的佛 在自己心中我们却找不到 所以一定要有信心 一定要从自己内心去寻找本性 本源的佛性 能够有多大的信心 在人间 你就会成就有多大 好好地学博 坚持修心 你就会好好地得到解脱 所以能够成佛的人 首先他是有信心 而后他能克服自己的我相和我执 靠着自己精进的努力 懂得怎么样 在生活当中去寻找我们的佛性 那才是真正的学佛之人 那 谢谢大家